檀兒的吻 和朕的吻 是否會有些許不同 怎麼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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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真心都只有一颗 终究是我辜负你了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累了 你先下去吧 晚上也不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什么 没事就好 是 是 萧镇送你回来的 嗯 汤儿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 让你受委屈了 承招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没什么 不小心划伤了 汤儿的吻和朕的吻 是否会有些许不同 怎么了 没事 不过是看你看的晃了身 朕观察良久 绝不会有任何疲漏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前几天在牢里待久了 一直在静手怕 现在还没缓过来 你摸 多凉 啊 啊 嗯 啊 啊 啊 这样是不是老糊多了 嗯 朕都不记得多久没这么甜蜜的笑过了 连成 这一切都是你给的 朕再不想失去 你保证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不会离开我 小傻瓜 我保证 来勾 这是娶唐人的幼稚手段吧 来勾 永远不变 晨晨救我 晨晨 把镜子都给我收走 再也不让我看到镜子 快点 这是怎么了 好端端的为何要收洗镜子 在牢里待久了 看到镜中的自己 觉得老了许多 我现在就拿走 我现在就拿走 也不见心情 对了 公主 宫礼集召您入宫 知道了 奉天地命 奉天地命 遵西河皇帝之遗诏 布告天下 朕已飞得 赐成祖宗红雁 幽劳宿业 幽劳宿业 实用告急 掩制大剑 为宗社生民 必有君主 太子曲唐二 天秉仁厚 孝有英明 必能克成大统 着祭镇登基 即皇帝位 僧礼简半 五日誓福 昭告天下 显史闻之 臣自知 不及圣上明德 唯尽心竭力 不让皇上失望 孙大人 感恩圣上 是何时驾崩的 今日卯时 当时身边 都是何人在守着 萧大人 李太阴 还有几个内侍 萧大人现在何处 悲伤过度 已随先皇而去了 掌机想问的 怕不是这些吧 皇上突然轰事 身边只守着那几个人 颇为蹊跷 难道就不该详查阴游吗 是 圣上尸骨归函 不见长解 有丝毫悲色 却张口就是疑心 岂非不敬 我只是忧心圣上 你还是该忧心自己 若不想我翻九招 就立刻滚出去 我又是想要去 我真的很想要去 我一直想要去 我访论 你很想要去 我访论 你肯定是 诚诚 诚诚 我马上就要当皇上了 你马上就是后宫之主了 听说你在这大殿上的表现 倒是像极了皇上 装得像吧 不那样 怎么能镇住去呗 皇上驾崩 你倒是一点也不惊讶 你我二人为他去看病时 也知他脉象不稳 虽然有些伤感 但却不意外 那五日是福呢 皇上只命你赴桑五日 又为何如此着急让你登基呢 或许皇上早就知道 这朝局不稳 总有一些势力 蠢蠢欲动吧 你倒是对大如流 还是我那个傻乎乎的坛儿吗 谁傻乎乎了 要是皇上不教我这些 我能知道吗 那你 还记得我们先前的约定吗 你若登基 记得 女子所有的权利 男子都会享有 等你完成改革 荡云祸首心之时 我们就能回到原来的冬月 与玉儿重逢了 过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她长高了没有 她是说 她跟曲堂儿竟然要返回另一个世界 那个玉儿 难道是他们的儿子吗 是啊 真是好久没有见到玉儿了 的确是很想念 不过是个野种 哪有为了她回去的道理 朕定会有办法 让你心甘情愿地留下来 跟朕开始全新的生活 你说她让静心收起了所有镜子 是 殿下最近的心事越发地重了 不光对静心处处提防 她还总觉得有人在监视她 你不觉得她现在 有事与此前天差地别吗 公子何业 坦然现在的情况 已经不能用入狱创伤来形容了 怕是 另有隐情 您打算怎么做 一探真相 站住 干什么呢 要死了 参见大人 你可知错 小人不知 太子殿下是直接被放回血缘的 驸马饶命 是被萧大人带走了 萧大人 萧大人把他带去何处了 萧大人每一告诉小的呀 你可知道 若是太子登基 这就是诸九族的大罪 小人只知道 他摸寝宫方向去了 其他的一概不知 大人饶命了 忽然 看来是带去见皇上了 寝宫之处 只有一个可疑的地方 殿下即将入住 命我入内检查 开门 回禀驸马 按规矩 唯有大典后方能查验 你的意思是 殿下的命令 还不是圣旨 可以不听是吗 属下不敢 我再说最后一次 上开 哪怕殿下真的被带到过这里的话 那线索可能都被清理干净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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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这是冰川灵草 烧煮后形成的残迹 冰川灵草 生长在玄陵大陆 世间寒阳 功效奇归 那这 它最诡强的功效 是可以让振魂中的宿主夺赦 只不过需要活人陷进 下面蜡烛都灭了 这些光尘 这些光尘 就是夺赦成功后 献祭者逐渐消亡的肉身 我现在终于明白 萧镇 为何会遂皇上而逝了 公子 有人来了 先回府 来 公子 左叶行动并无所获 我们今夜要不要再 不妥 此时偏凡行动 他一定有所察觉 切记 不要打扫惊蛇 属下有一事不明 您说夺赦之后 身体原本的主人 会去哪里呢 原本的主人 刚刚塔尔 只是不小心 从墙上跌落 并无大碍 塔尔应该跟他 在同一具身体里面 只不过被皇上压制 只能偶尔通过阻隔 控制身体 我现在终于明白 他为何 先前让静心收起所有镜子了 这才是真正原因 一炷香的时间 重新布置客房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是 你这样 你这样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你这么说 你这样 你这么说 你这样 吗 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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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承认吧 你根本不是坦儿 没错 我是娶湘坦 娶坦儿的身体一直都是为我准备的 你的声音 对 听出来了吧 那个臭丫头的意识 很快就会被我彻底抹除 成长 救我 成长 你能听得见吗 我在 快出来 别叫了 她的精神弱于我 即便是用镜子 也只不过撑个一时半刻 成长 成长 救救我 成长 成长 你听见了 坦儿是你吗 是我 是你们坦儿 成长 着手 不对 你不会杀了他 你还需要这副身体呢 的确 倒我不在乎这身体残破不堪 你呢 希望你一直记得 这副身体 暂时是我和它共有 乖乖听话 不然它就会受苦 你真以为 你用它的性命 就可以逼我跟你做点什么吗 那我告诉你 你直接杀了它吗 我会与它同望 天堂地狱伴它左右 帮我演好这场戏 你不相干的人 不配知道我的身份 不然 你清楚后果的 监儿 既然时日已定 登基的寄天大典 便全权交由孙大人负责 微臣领命 实在不巧 本公主近日旧疾复发 只恐届时不能到场观礼 无妨 她而届时自会安排妥当 就算长姐卧床不起 我也会命人将你抬来 你 长姐既已身为臣子 面对储君不仅利而不贵 还几番出言不逊 莫非你是想在我登基前 就变成一个牌位不成 你敢杀我 怎么会呢 我又不是你 怎么会蠢到在登基前事情 就算要做 也不会像某些蠢货那样 留下一对把柄 不过 这几个人就不懂了 不仅眼中只有长姐 没有我这个储君 还贪赃王法 鱼肉百姓 怕是留不得了 来人 赐死 你先冤枉下饶命 你先冤枉下饶命 可不要给了我 杀你的理由 长姐 还有什么要说的 臣方才口不择言 汪殿下恕罪 着 寂天大点 臣 一定按时为新君庆贺 既然如此 那各位就先回去准备吧 是 长姐留下 有件事 非长姐出面不可 不知储君 有何要事拆迁 帮我扳倒反贼 莫元楼 你与她暗中勾结之事 我早已知晓 莫元楼谋反的途径和证据 还劳烦长姐 交代清楚 退下吧 半岛莫元楼 小檀为何会对莫家下说 而且听她刚刚的语气 不行 小檀最近都怪怪的 还是先去问问驸马 驸马 静心有事禀报 静心刚刚在书房外 好像听到莫府有可能 也或许是我听错了 你没听错 莫家发生什么 快告诉我 你这么肯定我没有听错 难道你知道她会这样 她果然不是小檀 是皇上 刚刚假帮的皇上 皇上 那小檀呢 小檀在哪儿 小檀该不会是已经 不行 我要去救公主 放手 若能杀她 不用你动手 公主还在 还在那具身体里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动她 你们早就知道 你们早就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瞒着你 是因为你要时刻 跟在她身边 你若是知道了 难免会露出马脚 你若是不知道 反而对你有利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要怎样才能救出小檀 陪在她的身边 像以前一样 她现在已经对我起了疑心 雨昊 又不能实时进她的身 只有你 可以陪在她的身边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打探她的情况 发现她的弱点 你能做到吗 我能 我一定能做到 可是莫府怎么办 我刚刚听到 她似乎抓到了 莫府谋反的证据 那十四公子还在府中 还有大公子 你能劝负她吗 我若劝她 不但什么都改变不了 更会打草惊蛇 现在 只能把此事 尽快告知父亲 让她尽早谋划 说不定 还能削弱她的实力 我们就更有 谈判的筹码了 好 我现在就去 等等 你不能去 你若离开的话 她定会起疑 雨昊 你去 是 静心 快给我讲讲 你刚刚听到了什么 细细说来 好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但事情紧急 我必须要来见你一面 曲唐二她找过我了 你对她做了什么 我对她做了什么 也罢 她知道你父亲要做什么 问了我 我招了 你把父亲的打击招了 我也是万不得已 数位军已不会配合行动 为今之计只能另寻他方 才有可能扳倒现在的曲唐二 保住性命 保住墨家 你是想见墨家之手 除掉曲唐二吗 我知道你仍记恨于我 可我若此时骗你 与我有何益处 即便你父亲扳倒了他 不过是让我当两年傀儡变弃了 我此次前来 除了对你的愧疚 亦是对曲唐二如今的残忍 感到害怕 她想要知整个墨家于死地 真的是唐二所为 相信我 现在的她 既不是原来的曲唐二 也不是现在的 或者说 她已经彻底不是你我 所认识的那个人了 若说她更像先皇 或许还贴切些 其实我信你 也不代表我们日后会有任何瓜哥 近日之后 你我依旧形同没落 我也是如此想的 我来对你说这些 或许只是为了让我自己的下半生 能过得心安理得一些 你无需多谢 你自己保重 若因此事丢了性命 我便又是欠你的了 若真断得干净 又何须在乎谁欠了谁的 反正余生来世 你不找我清算 我也不向你讨厌 两相厌了 便连着恩怨 爱恨 一同都忘了吧 不要再让我遇见你 与阳尔尔莱 正是我们行动的时机 莫老先生所言极是 有长公主理应外合 我们可以以此计划行事 父亲 谁让你们进来的 退下 余昊有钥匙要说 老爷 公子让我传信给您 说殿下 可能已经掌握了莫府的行动 并随时准备对莫府出手 公子的意思 请您务必更改计划 莫老 这 大家稍安勿躁 你八哥现在和曲弹二十亿囚之合 俩人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他传来的消息 不足为信 父亲 八哥绝不会让余昊来骗您的 更何况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我 你懂什么 现在是关键时刻 休得乱我军心 都给我退下 父亲 刚才见了掌公主 他说数位军 不会配合行动 我们得另一塌伐 看来我们的计划 不得不改变了 掌公主那边传来的信号 和于昊所说的一致 于昊 你所说的我已知晓 回去复命吧 是 莫老 此事究竟该如何示好 卢将军 地令的应力在你的手里 只有你貌似出面 清正失君之时 在带兵评判 结我困境 你可愿意 为了冬月的黎民百姓 末将 愿望 好 诸位 即可启程 通知埋伏在边境的同僚 让他们火速进进 准备殊死一战 此时事不宜迟 快去 是 如今家中已非安全之处 曲堂儿不会对连城如何 但唯有你兄弟二人 我终是放心不下 你们俩出城攒陛 待一切尘埃落定再做打算 父亲 如此关头 我怎能留父亲一人在此 我是墨家长子 理应与父亲患难于公 好 若有什么变故 东交落北天见 是 你出城攒陛 父亲 轩儿也要留下 你留下只会坏我的士气 听到了吗 十四 墨家总要留住一人 你离开 不是为了你自己 而是为了墨家血脉 既如此 靖璇听命便是了 派出去的人 早该又回宁了 为何迟迟不见回来 老爷 老爷 大事不好了 大批禁军正下咱们这赶来 像是要把幕府包围呀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袁臣 让芸衣情网百计地把她骗出符 从后门走 袁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听如雨若牵挂 故城是唏嘘 驰骋人间是潇洒 往后看有人在叹 一场话语摇绕了自己 风花雪月多时候想起 还记得往事占据这心间有多细 谁辗转心上试不及 若是你陪我走入一场戏 风景是一道未知的风景 风无欲三千理解不离 只为一人痴迷前忘了自己 只愿你此生唯有我无忌 越时空连动也会找到你 追随着声声随随脚印 刻下几道迷信 永迟是否分离 若是你陪我走入一场戏 若是你陪我走入一场戏 从今夕到未知的风景 风无欲三千理解不离 只为一人痴迷前忘了自己 只愿你此生唯有我无忌 越时空连动也会找到你 追随着声声随随脚印 刻下几道迷信 永迟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